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她特别幼稚 然后我跟她在一起吧 就压力特别大 好 举几个例子 我们听听看有什么样的压力 从一开始她就骗我 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她跟我说 她跟我差不多大 后来我才发现 她比我小五岁 这不是问题啊 可是她骗我呀 你为什么骗这姑娘 是这样子不是 她说她不接受比她小的 我就只能跟她说 我跟她年纪差不多 这样才有机会追她吗 她不仅骗我 她还做事情想一出试一出 因为我们是网恋嘛 而且我们也是异地 结果她倒好 一个招呼都不打 就突然跑到我这边 跟我奔线 工作也辞了 房子也退了 另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然后就不走了 这是为啥呀 那我不是 也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吗 就想过来 然后跟她好好在一起 能够好好照顾她吗 她哪有好好照顾呀 她来了之后 她都不好好工作 她一个月都换 七八份工作都不满意 后来就干脆啥也不干了 就在家待着 待了多久了 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工作啊 从什么时候一直到现在 有好几个月了都 我都 这是为啥 我也有好好找工作啊 因为那些工作都不合适我呀 我就想找一份工作 能够 每天去接她上下班的工作呀 你的工作是你的工作 怎么是每天送她上下班呢 那你靠什么活着呢孩子 开销都是我的呀 滑销什么都是我的呀 哦 千里迢迢找了个人去养你是吧 她工作都辞了呀 她就这样拧个行李箱就过来了 她来了也不好工作 对对对 这个压力好像是会大一些 后来吧 我就托朋友好说歹说 给她找了份工作嘛 然后离我单位也特别静 可以每天一起上下班 结果她还是不好干 然后让人家给辞了 这是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要把我给辞了呀 我的妈呀这孩子 为啥把你辞了你不知道 她天天不是迟到就是早退 然后每天还要 就是等我上班了 她才去上班 然后上班时间嘛 还拖得出来 给我买位来啥啥的 叫她不要来 她飞来 然后她本着工作都做不好 又迟到早退 那我的朋友只能把你辞了呀 是因为我想着 她是上班的时候 我怕她饿的嘛 那时候我就给她送一些东西过去 她就是太幼稚了 就连工作也不好工作 那开销什么都在我这 我压力不大吗 然后她花钱还大招大脚的 就我那次不是过生日嘛 然后她就租了辆跑车 后备厢还放了很多玫瑰花呀 然后带我去吃西餐 兜风啥的 我一开始以为是她以前的积蓄 或者啥的 结果后来我才知道 她刷她妈妈的信用卡 然后她还不跟她妈妈说 然后她妈妈电话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也不接她妈妈电话 然后就问我怎么回事啊 说她儿子花了这么多 搞得我特别尴尬 那还不是因为 那是我们两个第一个生日嘛 在一起之后的 那我不是想让你风无光光的吗 而且那天你不是挺开心的吗 还拍照发朋友圈的 那我知道真相了之后 我能开心吗 然后你妈电话都打到我这边来了 我怎么跟阿姨解释啊 你都没有为我们以后考虑吗 就是总是这样你知道吗 她做事情完全都不考虑的 就想干嘛就干嘛 也不问我想不想要这些 就还做过一些什么不该做的事 我现在搞得我都不敢跟她说话 就有时候我随便说一句 我说我闺蜜 她男朋友给她买了个东西 特别好看 她刷了一下 第二天又给我买回来了 然后我现在在她面前 连淘宝都不敢逛了 就说骂她 转天又给我把东西买回来了 那她这给你买东西的钱 都是刷她妈的卡吗 不是啊 我已经现在都搞得不敢让她 就是花了爸妈的钱了 就是有那种花费啊 可以提前消费的嘛 然后下个月又是我给她还 就等于说这些东西 是我自己掏钱给我自己买的 然后她还问我说 你怎么不开心 我开心得起来吗 怎么开心啊 你能工作都没有 那我给你买东西 还不是想让你开心啊 我也没有非要你还呀 我也可以让我爸妈先给我还呀 这些都是我的心意啊 你干嘛不出去努力工作呢 啊 她就总是这样 然后满老子都是 就是谈恋爱的事情 她还特别喜欢发朋友圈 秀恩爱 就一天发很多条的那种 还让我也发 我不发还不行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发呀 我也发了呀 那我屏蔽一下 我客户同事 屏蔽一下我老板 他还生气 我不也没有屏蔽吗 你那些同事 有些的都认识我呀 那有什么可屏蔽的呢 我这是刷屏啊 我上班时间 我在那一直刷屏 秀恩爱 你觉得合适吗 那考虑事情 就这么幼稚的吗 那还不是担心 她们对你有什么躲无鬼 就不止这个方面 我就是偶尔下班 跟闺蜜一起出去吃个饭 唱歌什么 都是女孩子 然后不到八九点 她就开始在那个 KTV楼下给我打电话轰炸 叫我回家 那还不是担心你 回家太晚不安全吗 而且她不止这样 她不仅影响我生活 朋友这方面 她还影响我工作 你知道吧 就我平时有的时候 跟客户约个饭局什么的 主要是男客户 她就拿我的手机 然后给客户打电话 宣誓主权 搞我跑了好多客户了都 不是宣誓怎么宣誓呢 就她会打电话 跟人家说什么 吃饭在哪吃饭呀 就能不能带上她 说什么我不能喝酒 什么让人家固执点我 什么的 就老说这种话 因为她我的工作 就是一塌糊涂的现在 然后我现在再搞下去 拧我这份工作都要丢了 所以想明白要分手对吗 对 我就觉得 她真的是考虑 甚至就没有为我考虑过 就是她老说她喜欢我 喜欢我都不知道 她做法为什么这么幼稚 就完全我跟她 我看不到以后 我看不到未来 那你在现实生活里 跟她提过分手吗 提过呀 就是还有就是 我因为这些事跟她吵架 就实在是气得不得了的 就把她拉黑了 结果她倒好 就天天堵我 就在我家楼下堵我 然后晚上吧 在我家楼下一站站一页 一站站一页 你搞得我在楼上 都休息不好 你这也太累了 不是 我就是真的是 我又想她走 然后我跟她沟通 她也不听 她就非要做这种事 让我为难 那我在下面 我不冷吗 我不困吗 你要是能让我上来 好好跟我说 那我也不至于 站在下面赚一页 我怎么跟你好好说呀 我跟你好好说 你有听我跟你好好说吗 我不是没有 跟她不沟通过 就是我跟她沟通 就完全没办法沟通下去 特别难沟通 对 然后我就 后来我为了躲她 我就去我朋友家住 但我还是躲不了她 怎么会呢 她就给我朋友打电话 你知道吧 她朋友都挺看好我们的 也帮我劝了她 还让我去接她 那我朋友她是不知道呀 我朋友只是表面看到她 对我这么好 因为她真的就 一开始是挺照顾我的嘛 然后我朋友就觉得 这人挺好的呀 咋不跟她说 他们也不知道 我经历了什么呀 他们知道那些事吗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 你给我买东西 都是用花被买 然后我给你还了呀 我也没跟他们说 这些东西呀 而且让我最受不了的事情 就是我跟她 只要有一点点小小的矛盾 她就去跟我爸妈告状 就不止烦我朋友 还烦我爸妈 那也不是我跟你爸妈告状啊 也有时候是 叔叔阿姨给我打电话啊 然后问我们 最近是什么情况呀 我也不好说谎呀 后来我有一次吧 我就实在受不了她 我就回家也回不了 然后去我朋友了 也躲不掉 我就去酒店了 就想彻底跟她结束嘛 结果我转天 我就接到我爸妈电话了 就说结婚今天是什么 让我回去吃个饭 我当时也没有想多嘛 我就回去吃饭了 结果呢 我一回家就发现 她也在我家饭桌上 然后我一进门吧 我爸妈就开始数落我 就开始凶我 因为我年龄大了嘛 我爸妈就想 让我早点结婚嘛 不同意我跟她分手 就说哎 你怎么还不知足啊 就这样 你跟这小伙子明确地说过 要跟她分手吗 说了 我都把她拉黑了 她还是这样 就是要么就是 就是面对面的 跟她说分手 说过呀 你现在再说一次 我们听听 就是我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想跟你分手 你啥意见呀 我不想分手 不是 你没有想过 她为什么要跟你分手吗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够好了呀 接她上下班 然后还给她带早饭那些 你不理解她 为什么跟你分手是吧 她一开始也觉得挺感动的呀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会 想要给我分手啊 你现在为什么不好好出去工作呀 我也想过工作嘛 但是她上班下班的那多不安全啊 不是 她没有你 她前二十五六年不都很安全吗 孩子 你现在是不是满脑子都是她 就她现在是你世界的全部 是不是 是 你知不知道她现在可能真的想跟你分手 咋办 改变 怎么改啊 我的妈呀 她老是想一出事一出还特别幼稚 就她老不觉得自己做的到现在为止 不是你跟她谈恋爱的时候 不是你跟她在往恋爱的时候 你没有感觉和感受到吗 还是那个时候 其实你挺享受她对你的这种 黏膩感的呀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不是这样啊 但后来她过来找我的时候 我就感觉不是这样的 因为我发现她考虑事情 没有考虑到未来 没有考虑到以后 她对你好吗 对我好是好呀 但是我觉得 我跟她在一起看不到未来 我爸妈跟我朋友觉得你好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事情 我也没有跟他们说过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们以后在一起了 我这样说了也不好 那我爸妈不是对你有意见了吗 然后她倒好 她刷她妈妈信用卡 还不接她妈妈电话 然后她妈直接电话打到我这来 我觉得她做这个事 就完全没有考虑到 我在她妈妈心里面会怎样 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找工作 跟她好好在一起 找什么样的工作呀 怎么好好在一起啊 找一份能够照顾好她的工作 能够照 就是你的工作 就是要照顾好她是吗 就是未来你做一个全职的一个丈夫 是这个意思吗 你的所有工作就是照顾她和家庭 是还是不是 你告诉我呀 是 但是她没有这个经济能力呀 我也可以一边去工作 一边来照顾她 那你工作呀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这是第一次 初恋是吧 你是觉得反正你的世界里 除了她就没有别的了 对吧 是 行吧 所以坚决不分手 是吧 是 她一定要跟你分的 希望她能够原谅 哎呦 你怎么把一个小伙子 给折磨成这样了 姑娘 好像现在是折磨的是我吧 我觉得我压特别大 我都太累了 不是你们网练了多久 她给你奔的线呀 时间挺短的 一个多月她就过来了 就 所以我说 你不害怕吗 害怕 那你还接受啊 她自己突然过来了呀 那你要接受啊 她就拖着行李箱 她就不走了 她就开始不走了 我就说 那我帮你找个房子 在那住吧 然后她就工作 也不好工作 没办法 我就托朋友 给她找个工作 她也不好干 但是你们这也拖了一年半了呀 你还是享受啊 我躲不掉她呀 她就是 有很多方法 能找到我 姑娘 你这么说就不对了 你不承认曾经喜欢她 你这事就不对 曾经肯定是喜欢她 刚开始也挺好的嘛 对呀 你得承认这个 你不能说 我们发生了问题 刚开始是挺好的 我想跟你分手 就把所有的一切抹掉 对吧 刚开始在一起的 是挺好的 然后我也很 是不是还挺享受 对 只是因为你发现了说 这个男生 给予你的一切 是通过谎言 或者虚假的一些事情 办到的 对 她又是改了呢 我感觉她改不了 因为她都没有认识到 自己的错误怎么改呀 我跟她沟通的 所以是一定会分的 对不对 对 不管她是什么样的 不管她改何不改 分定了 对吧 对 死心了吧 她递了吧 来吧 交给你们吧 看看怎么帮助 这个年轻的小朋友成长吧 一起进入 秋比特文卷 男生很喜欢这个女生 对 愿意听她的嘛 愿意 那么她说今天想和你分手 你听吗 不听 你刚才不是说愿意听吗 恕我直言 男生像你这样的 不管不顾 不择手段 挖空心思的 全身心投入到恋爱当中 也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 生活也并不是 整为了爱情啊 女生想逃离 我非常理解 当然 男生走到今天 你是有责任的 是你给了他一种莫名的信心 因为他知道 你也说了 比你小的 你是拒绝的 他比你小五岁 结果 他恋爱成功了 是不是你给了他一个信心 他认为 今天你再说要分手 我只要坚守 依然 但是 问题男生 你真的要搞明白啊 爱情它是现实 和浪漫的综合体 你呢 只顾浪漫 不顾现实 爱情并不是 只有风花雪月的 所以你现在是如何去面对现实 务实一点的问题啊 刚才说到了 为了女生过生日 哄她开心 你看刷的是妈妈的钱 你认为这样 女生就开心了 但你考量过 你妈妈会不会开心呢 你认为做男人的 我要尽自己的一切努力 让你开心 让你开心 但这一切努力 都是应该靠自己的 你现在要做的 就是认认真真 踏踏实实的工作 你现在暂时 真的还不适合谈恋爱 最后 我说你八个字 放下自己 放过对方 好吗 谢谢 男生 余老师说的 你听懂了吗 听懂了 听进去了吗 我估计你 什么都没有听进去吧 这些道理 我想你的女朋友 可能跟你说过很多次 真正关心你的人 可能也跟你说过很多次 我们真的担心你 真的担心你就此 掉入这个漩涡 我们说年轻人 为了爱燃烧自己可以 但咱别烧伤烧死了呀 我们说可以 为了爱情执着 但是不能一头 撞在牛角尖里呀 你现在想就一件事 他要和我分手 我就想尽各种方法 让他不能脱离我的视线 让他不能离开我的身边 我去找他的朋友 找他的父母 用所有的一切 我能用尽的方法 去让他和我在一起 但是你方向走错了 劲儿用错了 你知道吗 如果你想让他在你身边 就一件事特别简单 我去好好工作 我去做一个 踏踏实实地闪光的我 你看看他爱不爱你 女生其实你从 一开始跟他网恋的时候 是喜欢他的 对 他来到你身边 你也是没拒绝的 没有 他一步步展示出 他本来的自我的时候 你觉得哎呀天呀 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我现在甩也甩不掉了 好麻烦 先想想我们这第一步 自己走的对不对 是不是不了解对方 就让自己开始了 一段新的恋情 是不是我们自己 贪心太多 才误入泥泞 所以我真的奉劝女孩子们 不要盲目地 开始一段爱情 学会观察 不要心急 爱情总会有的 即便没有 我们要好好过啊 你看你现在爱情 搞得自己也很难堪 感觉你要真甩着它 你自己好像良心上 也过意不去 也怕它出问题 也怕它缠着你 所以 再要开始感情的时候 三思而后行 所有女孩子都要 秉着这样的方式 去谈恋爱 就会减少麻烦和伤害 谢谢 初恋哈 是吧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你先记住我这句话 初恋基本都不能成 其次 女人内心 真正需要的是 什么样的男人 首先 她先得顶天立地 是个男人 其次 你在做那些 让我感动 浪漫 有情调的事情 我会觉得 你像个男人 就是你不能 本末倒置 你懂吗 但是 在你们两个人 这段关系当中呢 我反而挺心疼你的 我更多的是 对于这个女生 有一种咬牙切齿 就其实 我觉得女人啊 真的有的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说 虽然我也同样身为女人 你说碰到一个男人 全心全意对你好 你嫌他软弱无能 他事业有成吧 你嫌他看不见你 不在乎你 刚才 我们在你们说的过程当中 明拉老师就悄悄跟我说 说 你说这男的要是一个 也上上班 然后工资又特别高 然后偷偷出来 给你送杯奶茶 是不是得感动死啊 最有一点很重要 你在找他的时候 你看到 不就是他细心吗 体贴吗 照顾你呀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他怎么对你好的 你跟他网恋的时候 你知道他有工作吗 他工作能力什么样的 他经济状况是什么样 你有了解过吗 而你为什么不跟你爸妈去说 他现在真实的状况 你不就还是享受 舍不得他对你的好吗 否则你至于受甲板气啊 你至于跟你爸妈说 他没工作靠我一样 你爸妈还让你找他吗 所以你就是一边享受 他对你的好 然后一边呢 又觉得他软弱无能 我们不否认 他确实是恋爱脑 确实是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感情上面 这样是不好 可是你不能一杆子打沉他 他对你好的时候 送奶茶的时候 牛本别出来别要啊 你说你给我回去工作去 我要什么奶茶呀 你喝了吗 他领得好你全盘接受 所以他就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对你好 他能感受到 你感动的那种 带给他的快乐和兴奋 他也就忽视了 他到底有没有能力 去实现这份爱 你试试你不给他还那些钱呢 最后我跟男生说 爱不是光凭一腔热情的 爱是需要有能力的 我想请你想一想 你到底是爱他这个人 还是爱谈恋爱的这个时光 和这段过程 谢谢 其实也挺好 这一生里头 有一个人能够这样 为你赴汤蹈火 为你舍生忘死 全世界只为了你一个人而存在 可能这一辈子 这是你最浪漫的一次了 虽然说这个浪漫得自己买单 但也许离开他以后 你再遇到的爱情 总是会差了一点什么 因为可能那个男孩 不会自己的工作不要 跑来只为了送一杯奶茶 可能这一生 再也遇不上这样一个人 男孩自己也会为 刚刚我的这个逻辑 也很感动吧 因为你内心也是这么想的 你想我拿我所有的来爱你 我给你的这么多好 你敢不敢动 就像带着箱子 奔线去找他一样 他为什么没感动呢 他也有感动 但是在我们谈恋爱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人 都应该有一个自觉 就是不成为他人累赘的自觉 不在经济上成为他人累赘 不在精神上成为他人累赘 我们可以在一起 把生活过得更好 而不是我把你拖入一个 每天要还信用卡的绝境 你奔线 他原本以为是一桩浪漫 来了一个能照顾他的男人 但没有想到这个男人 还需要他买单 你做的很多事情 他也有感动 但不太感动 因为你给的都是你能给的 你说你有什么 你有的就是时间 你说你没什么 你没的就是钱 没的就是工作 没的就是能力 你拿你所有的东西 就是时间去讨好他 他会觉得稀罕吗 你一天24小时 你都是闲的 你无聊啊 你处在楼下等他也是等 你在屋子里刷手机 你也是这么过了一天 如果你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人 你却能够抽空送一杯奶茶 他当然都会感动了 可是现在你正好相反 而你的女朋友呢 条件又是跟你不一样的 她现在缺什么 一缺钱 二缺时间 她的时间是已经到了谈婚论嫁了吧 自己也开始着急了 父母也着急了 而自个儿应该钱也还不够多 不足以靠自己挣钱来支撑一段 你不工作 围着他转的这样的感情生活 他需要的是一个 能够跟他一起承担身上担子的男人 而不是要你继续当累赘 所以现在对于你们来讲 你也不用说我改 因为这一种说我改的这个态度 特别像我女儿要犯了错误 我问她怎么办 我改 怎么改 你说怎么改 我就怎么改 你应该知道你自己生活里头 自己的特长是什么 谋生技能是什么 你有什么计划 能够让自己改变这个状态 这个才叫我改 而不是女朋友嫌我 我改 女生 至今她 你说你甩不掉的原因 在我听来都极其荒谬 你的家里 为什么父母的门 她还能进得去 因为你没跟父母说实话呀 为什么你的朋友那里 她还能找得着 因为你没跟朋友说实话呀 就像你讲的 我不跟他们说实话 因为我对我们未来 我还留有余地 所以今天无论你在现场 讲得再咬牙切齿 但你内心还是期待的是 这是一个改造大现场 她能够摇身一变 从此22岁的小男孩 变成了一个 有担当成熟的男人 可能吗 你今天的话 虽然说的决绝 但是我知道 你内心里头 还真的没有打算 自己一个人 好好开始生活 否则你不需要到这儿来 你只需要告诉你父母 不要再让他上门了 他满嘴谎言 他欠的钱都是我在还 连他妈都是找不着他 找到我这里来 什么叫躲不了 躲到酒店 躲到这儿 躲到那儿 情况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都自己去好好想想吧 如果你们两个人 还决定往下相处 他只需要去上班 你只需要停下抱怨 谢谢米娜老师 你知道你最可气的是什么吗 你一边欺负着小男生 享受着 你一边又厌恶他 这个是最讨厌的 如果你曾经享受过 你就不能忘记 你曾经享受得好 把这个人说得一钱不值 否定得一文不明 那谁都不愿意离开 你想想是不是 可以把分手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但是不能用这样 鄙视的态度 二十七岁了 你的态度应该坚决 因为从年龄和社会阅历来说 你比他强 当然二十二岁也是个成年男人了 按理说 我们也不应该这么护着他 得好好干活 得像一个男人一样的 顶天立地 记住了吗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会去找一份工作 然后慢慢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可以原谅我吗 其实压力特别大 我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希望以后成熟一点吧 马上再考虑考虑吧 你总是嫌我这么幼稚 你左右 在后照天面划出一道明 请开门 为什么我对他这么好 我把所有东西都别他了 他还是不能跟我好好在一起啊 这是你想问的 来 妮娜老师 他想吃橘子 你非给他塞西瓜 他一吃西瓜他就吐泻 然后你还逼他不停地吃 说我都给你了 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买西瓜吃了 你怎么就不珍惜我对你的好呢 没办法 人家就是肠胃不好 吃西瓜就拉肚子 好 谢谢你小伙子 加油 checked 细腻 满 满 谢谢观看